香醇浓郁的热咖啡 信心透氧的冰咖啡 咖啡是许多人每天不可或缺的饮品 只不过专家却担心 未来很可能无法再用亲民的价格品尝 原来全球换咖啡 尤其是中国近五年来 咖啡的消费量倍增 其中中国版星巴克瑞幸咖啡 在国内大幅展店 超过3000间店铺 遍布中国40座城市 让喝咖啡成为中国时下最流行的新鲜市 我身边喝的非常多 几乎每天都是我们的咖啡 咖啡需求量大 冲击咖啡豆的供应链 日本咖啡豆进口商就预估 2021年 全球咖啡豆消费量就会超过生产量 抢豆大战难以避免 咖啡豆增了 不光市场需求量倍增 全球气候变迁 更影响咖啡豆生产 加深市场的危机感 更预期未来咖啡豆价格 将会常态性上涨 担心货源短缺 日本已经有业者采取行动 譬如从非主要产地国 辽国采购咖啡豆 避免过分以重单一产地 希望能把价格飙涨的压力冲击 降到最低 三连新闻 文言之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